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在办造试会的时候突然讲到了疫苗 然后他就讲到了当时在买疫苗这件事情 让他心里面有所感受 结果今天有新的消息出现了 原因是因为在今天他终于直接讲了 那个时候买疫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的讲法就是说 当时他看到疫情很严重 所以他就有跟政府讲说 他愿意去买疫苗 可是关键人物出现了 就是他李大为 他说6月17号的时候接到李大为电话 告诉他大小姐说你还是别买了 他就觉得这件事情 攸关大家的性命问题 怎么可以做到 但是却不做呢 甚至他强调 会让他愿意放弃退休生活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这一句 他说因为你只有真的亲自跟民进党交手过 才知道他们为了政治利益 可以无情到什么地步 好 这个呢 郭台铭今天在脸书上头 直接发文指名道姓讲 就是他来帮忙中间沟通电话 海机会呢 在今天也第一时间发出了声明回应 他们表示 有跟李大为查证过 没有这件事情 同时强调 李大为跟郭台铭是多年好友 他们当时为了台湾人民健康 有相互合作协调 公司部门各方 是在积极争取采购BNT疫苗 没人阻挡 没人反对 好 这个呢 是海机会这边的最新声明 我们就要问这件事情 我们讲 最刚开始 细说重头 就应该要从那场造势晚会上开始讲 那个时候 好像有讲 好像没讲 他是直接的说 总统叫他的代表来 坦白跟我说 不能买 然后晚上了又在脸书上头发文 说就是这件事情 让他决定出来选 但总统府的回应非常及时 马上府方发言人就出来讲了 说这些都是毫无逻辑 不实的谣言 还说了 可能是因为有一些政治的关系 希望不要做政治的操作 一切都把它导向于 就是因为在真初选的时候 在做政治操作吗 隔天大家当然赶快去问郭台铭了 既然都已经讲有代表来了 有人证吧 人是谁 好 现在他说 很多事情已经发文 就不需要再反复 而且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 就不用再多说 他就在讲嘛 这个政治的打选战 应该是你要讲的话 你就是一路的往下走 慢慢的收敛起来 让大家知道到底痛点在哪里 怎么打到一半 你突然不再多说了呢 5月8号一直到今天 是5月9号又过了一天 才把这个人给说出来 那现在真相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打到一半会缩手 大家也都在问 发生什么事情 好 现在呢 我们也要问的就是 福方已经出来讲了 说这个呢 都是不时的谣言 不要做政治操作 所以绿营也赶紧来发声 王定宇就直接讲了 你相信谁 他说你相信台积电 还是相信郭台铭 他的意思是说 让台积电卯供 台积电之前也发过报告 说当时呢 就是在政府的协助之下 成功的采购疫苗 这个说法不就跟郭台铭 完全不一样吗 那你相信谁 网友开始问 不照样造句 那你是相信 实际郭台铭还是王定宇呢 有人讲 不知道相不相信谁 但是蔡政府现在讲的话 到底你还信不信 其实郭台铭那次的 这个造势晚会 算是他说他生平第一场 然后呢 绿营的部分 也开始在一一放大的检视 这里头有一个环节 也就是呢 他们当时说有请人家穿军服 去跳舞表演 好就这个环节 林静怡民进党立委跳出来了 说这个就是违法啦 什么意思 他说不管是民众扮军人 还是退役军人参与演出 通通违法 好这件事情呢 其实吴道老师已经直接讲了 其实就是表演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们都不是军人 但是表演的桥段需要 所以我们穿表演服 但是国防部马上跳出来说 要看是不是故意为之 我们还会调查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请教一下我们的政府单位 请教国防部 不知道呢 这个相关 这个阅仪队 要不要调查 又或者是说呢 以前你们绿营 也有迷彩服在拜票啊 这些要不要调查 小朋友去穿加军事体验营 穿得好像也是军装 要不要调查 这到底要怎么样 上高了什么地步 还是一切在现在选举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非常多 不合我们原本这些 一般尝试的 这样子的一些回应呢 现在其实就在讲了 到底选举选到目前为止 郭台铭呢 现在绿营看起来 是有在认真对待 侯市长当然更不能放过他 侯友宜在今天呢 要接受的是这个民进党这边 两天来轮番炮轰 讲些什么 就是问他国政议题 你要选总统要选大卫 当然就要了解一下 你了不了解这些议题 好啦我们就来问问 到底他们问了些什么 习近平的九二共识 是一国两制 市长您认同吗 我反对一国两制 之前马英九前总统说 台湾跟中国同属一个中国 您认同吗 我所有的事情 我很清楚地给议员报告 是 就像你刚刚讲 什么一个中国政策一中原则 我主张最很清楚 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 台湾是我们的房子 是 这个信念永远不会变 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 不是说中华民国 我今天要去冠上华毒啦 我今天要去冠上华毒啦 我今天要去冠上华毒 中华民国叫做华毒 如果有台湾叫做台毒啦 那既然有一个毒 倒不如两个毒 也没什么差别啦 不一样 一个是有法律根据的 叫中华民国宪法 一个台独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是喔 只有 好 你两个人呢 我反对台独 台独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好 主要就锁定在 他的两岸路线到底是什么啦 来 侯友宇的讲法是什么 他就是反对一国两制 坚持台湾自己的民主价值 好 讲归讲就是这个 中华民国宪法 一切就是法源依据啦 因为台独没法源依据 所以他反台独 好 可是过程当中 也有人直接问他 你去新加坡的时候 是不是有看到 大陆这边的大使 你有跟他见面吗 好 这句话呢 就算侯友宇很生气的说 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用谎言 来污蔑别人 成就自己 一路这样子问下来 大家就在问了 到底这一回 民进党的这一些议员们 有没有达到痛点 如果没有的话 会不会反而还助长 这个侯友宜的身世 让他协助他 带着他把这些话 把他的意识形态 真的一个一个 借着问题问清楚呢 到底民进党 有没有达到他们原本的目的 现在这个人则说了 不管你们要讲什么两岸 我个人认为 柯文哲说 柯文哲说我个人认为 与对岸展开 对话务实争取最大的生存空间 能够选择的就是我 觉得他是最能够跟对话 对岸务实来争取最大生存空间的人 到底在这场选战 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人真的是有抓到那个节奏 抓到tempo 又或者在过程当中 现在请教朱大 因为郭台铭讲了 出来选就是因为当时买疫苗受阻 李大伟在今天其实又再次的 透过海基卫这边又发表一个声明 他们讲说 那个什么 这个大小姐说你还是不要买 这句话很关键那句话 李大伟强调 从未有过该谈话内容 但是是不是 其实这句话也进阶证实 他有透过相关的内容 跟郭台铭做接触 第一个 郭台铭为什么讲话反反复复 我不知道原因 去问郭伴 但蔡英文政府有没有挡疫苗 可以去问慈濟的执行长 可以去问徐旭东 你如果觉得要相信王定宇的话 我建议你 以后要小心接到诈骗电话的时候 你会全家都卖给他 王定宇的可信度有多低 拿王定宇自己来比台积电 你根本不在一个范围内 我先讲台积电的那一个 这个永续报告书里面 讲的是客气话 因为你照时序来看 台积电是晚到的 本来郭台铭是要捐1500万计 台积电被拉进来之后 当然要感谢政府 因为政府把他拉进来 才买 轮得到他买疫苗 所以他报告书上这样写 没有讲谎话 然后台积电执行长是不是抱怨 很多大佬打电话来说 说买没错 买没错 不要浪费时间 有没有 有嘛 相信实际 相信郭台铭 还是王定宇 还是蔡英文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 李大为如果真的觉得 从来没有这样讲过的话 要不要出来开记者会 要不要告郭台铭 蔡英文跟李大为 你说郭台铭讲不对 马上提告 竟然可以捏造假讯息 污蔑我大有为的中华民国政府 真可恶 告他 我笑你不敢 因为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 有啊 都有啊 当年李大为之外 还没有别人我们讲得很清楚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 从当年成见人 早在当年成见人就讲了 国外只需要寄200万剂疫苗就够了 因为200万剂疫苗 就是当年的医护人员 跟必要的防疫人员 需要100万剂各打2剂到200万 剩下都是国内的疫苗 国内疫苗是什么 高端 那为什么总统府跟卫福部千方百计的党 我这边讲话我负责 就是为了高端 就是为了一个错误到现在 一点实验结果都没有的高端 所以你说他有没有阻止郭台铭买疫苗 我可以说有 总统府不爽 李大为不爽 可以告我 我百分之百负责 郭台铭讲的话 我们整个故事过程我也听过 故事过程就是 他本来要买1500万剂 然后他说当时的环境 是全世界都缺货 不是他说要就要 是要赶快下订单 要抢1500万剂 是他透过关系 特别保留下来的 否则一般当时的欧盟 甚至其他国家是拿不到的 但政府告诉他说 不要我们有国产疫苗了 这个东西郭台铭讲了 郭台铭要负责 李大为讲了 李大为要负责 蔡英文的发言人 跟着说谎 你也要负责 但是我们只问一句话 如果你觉得郭台铭讲的是谎话 你怎么不告郭台铭 你赶快提告 陈时中当年为什么选不上 就是因为民众不相信政府 从头到尾所有的动作 你告诉我没有挡疫苗 我绝对不信 1500万剂 那时候讲了多少理由 什么要八个相关的资料 什么要有授权书 结果等到郭台铭说 他自己签了那一个 他自己签了 我这边特别强调 总府要告清楚一点 我讲得很清楚 郭台铭自己写 自己签了那一份 宁愿不参选 宁愿移民到 全家移民到国外 那个书传给李大为之后 忽然之间政府就同意了 那我们这样讲 所以原来原厂授权书叫 郭台铭承诺不选总统 原厂授权书了 那我们讲白了 不要当人民是白痴 郭台铭的造势 他的政治举动聪不聪明 符不符合民众期待 搁在一边谈 但你把BNT疫苗 有没有党拿来颠倒是非 这个政府非常可耻 蔡英文光是讲这一件事情 你下台之后 如果政党顺利轮替 我觉得你要去坐牢 最好把他抓去关 连所有高端炒股人 都要一并负责 好 来 刚刚朱大这边讲 消息来源就是他也听过 郭台铭有讲过 说过往的这一段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现在郭董 他已经有了一个 很明确的说法 说他就是接到李大为的电话 说大小姐说 你还是别买了 好 可是李大为 现在最新的声明 他说他很遗憾 事实受到扭曲 让原本美式一桩的善举 蒙上不该有的阴影 他还说 站在曾经是朋友的立场上 知道郭台铭是为了选举 但是凡事要遵循 关公忠义信实的精神 来 斌哥怎么看 很好啊 现在李大为否认 但是郭董就咬死 而且他今天脸书也发了 昨天晚上 徐小卿也做了直播 朱大爷说他亲耳听 郭台铭讲了 鸿海可能因为法律战队太强 大家不敢随便告他 告朱大 告我啊 来啊 因为告朱大为了什么好处你知道 告朱大 朱大可以要求李大为 郭台铭都出来作证 到法院上对职嘛 对 出来对职 就这么简单 B2的时候要求蔡依依一起出来 对职 大小姐到底有没有 跟李大为讲过这些话 一起要求他出来对职 我非常乐意见到这件事情 而且我已经等了两年之久 我就是想要看他写刘成和 现在才刚开始而已 怎么能够让这个戏淡下去 我们一直都在想 到底当初政府为什么要挡这个东西 那郭台铭现在慢慢开始把事件还原 老实讲 有开头很好 但我觉得不够 我觉得郭董 既然我想郭董做生意做这么久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他应该他敢这样讲 他应该相关的话 他应该有留底 很简单 他现在日期都讲得非常明 6月17号 6月17号有没有通年记录 郭董有没有录音 然后你说你传给他这个切捷 不参选切捷书 那请问一下 你是什么时候传过去的 是用传真的 还是用email 那你有没有留打 那很简单 这些东西都会有证据出来 全部拿出来对质 我觉得看到底谁在说谎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我们如果大家各说各话 罗生门那就没意思了 我们就是用证据来回答 把所有事情摊在阳光底下 接受检验 这样子大家最心服口服 不然的话我刚在我的脸书上面 我叫大家投票 相信郭董的加1 相信蔡依依的加2 两个都不相信的加3 你知道 加1跟加3的一堆 然后加2的几乎没有 所以我也不知道 还有人加到4 还要说他只相信韩国瑜 那就另外的话 郭台 那王帝宇会说 怎么都没有人问我这样 王帝宇 王帝宇不用问 没有人相信他 谁会相信他 老实讲 王八千怎么好意思 因为讲到党疫苗 讲到党BNT 王帝宇就是当初党BNT那个人 他自己上节目好几次不是讲说 BNT是中国大陆做的吗 不就你王帝宇吗 你好意思讲 你们不是都说是中国大陆原意 然后在什么深圳分中 不是都你们这些人在造谣的吗 你们这些造谣的人道歉过没有 然后现在故意讲说台积电 说台积电跟鸿海的说法不同 台积电跟鸿海的说法哪有不同 刚刚初大已经解释过 而且请你不要忘记 不要假装忘记 民进党故意办那个什么防疫中心 退休 退场 退场庆祝会的时候 台积电没有派人来 那请问一下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们要不要出来解释一下 我希望这件事情大家把它全部 摊在阳光底下接受检验 至于林静怡这个我根本不想讲 因为这种人是小丑 那侯友宇这个东西 好你现在开始直球对嘴 我看郭董动作这么大 侯友宇大概也紧张了 可是问题是我希望你讲得更清楚 那我也必须拜托民进党不要再造谣了 习近平从来没有讲过九二共识 就是一国两制 那是你民进党讲的 习近平跟国财办讲的都是 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 是两个概念不同的东西 那我也希望侯友宇自己要 说清楚讲明白 你到底赞不赞成九二共识 你到底对一个中国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我希望侯友宇能够说清楚 好这一次的选举当然很多人都说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事实 来有志哥 因为郭台铭他就直接讲了 他说他一直以来想要出来选举 是一直到那一刻买疫苗这件事情 而且他强调这句话 你真的只有亲自跟民进党交手过 才知道他们为了政治利益 可以无情到什么地步 这是他发在他自己的脸书文上面的 你怎么看 我可以先接一个蜜好了 原来这个大小姐是朝野共识 原来大小姐这个称呼 从李大为自己也认为是大小姐 看都没有人认为是陈菊 李大为没有说是谁 他只说我们没有过这个对话 他只说我们没有过这个对话 他连这个对话都 他就说没有没有这句话 如果郭董转述为真 那这个大小姐 蔡英文大小姐 原来是朝野唯一 到目前为止的共识 这个大小姐造成了整个台湾 现在我要问的是 当然了 刚才朱大问说 为什么郭董爱抱不抱的 因为我在想他想用剥洋葱的方法 只是他那个节奏没有控制得很好 我觉得狭互言语 你觉得不是说了是要剥 本来的战略就是这样 本来就是要剥洋葱 只是剥的没有 剥洋葱变成砍西瓜 一下子变成了剖椰子 弄得没有那么漂亮 OK啦 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爆就爆了 这个动作会不会有点晚 我觉得时机点还可以 他主要是要挑起 他的位置是跟蔡英文对决 他调出李大为只是一个步骤 他最终如果能够得到 蔡英文亲自的回应 今天他就真正的站在 总统大选的位置上了 你调出来李大为 我今天跟一个总统抚命书长 上市对下市干什么 可是最后如果他的爆料 可以让蔡英文逼得不回应郭台铭说 你胡说八道 就像昨天侯友宜说我胡说八道一样 如果逼得蔡英文讲了 他对于他的选情就很有帮助 所以他的团队应该一直在算 时间点来不来得及 如果真的调蔡英文出来 那个高度就比较高 我比较在乎的 不但是6月10几号到现 总统府公布的那个时程 表示6月10几号 我想请问 从2021年的林泉东洋到现在 BNT炒只有这几天吗 炒BNT从东洋去2021年的8月就开始了 一路到隔年的6月 多久的时间 BNT挂在台湾的天空 很久很久 不是只有这段时间 你们不要给我指伤骂怀 讲了这个 然后其实我们要了解的是另外一块 你故意在讲的时候 要我们好像 给我回答清楚 最后我讲侯友宜的部分 他这次表现的真的不错 我讲真的 避重就轻 但是 我想民进党的战力 如果你只有这样 我想2024 你们还真蛮好打的 每天好像在问笔录一样 请问一下 你现在在问警察笔录 我再跟你们讲一次 你们在问警察笔录 这种战力 边上去串 好 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会来继续来说 谢谢大家